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柯文哲向陈其迈要改进的 就是这起暴动事件 从远处看过去 浓烟直窜天际 简直和战争时的场面没两样 陈其迈2005年代理高雄市长 却发生高捷太劳抗议冲突 跟警方对峙整整12小时 如今柯P特地翻就仗猛酸陈其迈 却被不少网友揶揄 比是颇奋式选战的柯文哲 难道转性了吗 知情政坛人士私下表示 柯文哲其实是用高市长补选练兵 目标就是总统大卫 当总统还要好好学习 这个我们不是要准备的工作相当多 话是这么说 但民众党近来动作频频 不只打绿更悄悄在南部拔篮庄 从柯文哲推出的高市长候选人吴义正 就能看出玄机 此人不只是从清明党借来的 更曾经当过前立委林鸿宗的办公室主任 林不但是南部建设公司老板 在高雄建筑界喊水会结冻 还跟前院长许坤源交情匪浅 最重要的是他老婆曾丽艳 目前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 如无意外应该会顺利当选高雄市议长 而吴义正和他们夫妻关系相当好 这不起一时多鸟 超蓝追虑 力夺大老二的态势十分明显 不要去考虑说 个人的胜败 应该考虑怎么做对台湾是比较好 且为了避免像清明党一样一人党 克文者积极带领党员走出天龙国 连乡镇村里长选举都不放过 嘉义市过沟里长选举 屏东县坎顶乡长补选 以及屏东恒村镇长补选 就是试图在传统地方派系夹击中 杀出一条血路 突然打虑问鼎大卫的雄心可说相当明显